擁有百年歷史的台北南門市場 歷經四年改建回歸 在今天是正式開幕 不少民眾一早就來排福袋 各個名店也是大排長龍 但是走到二樓 發現在這裡的訊號蠻差的 不能夠使用行動支付 對此市長蔣萬恩表示 會盡快來改善 熱騰騰先坐松糕一出爐 下一秒就被韜客買走 百年歷史的台北南門市場 歷經四年改建回歸 如今市營運過後 十六號迎來正式開幕 民眾一大早就來排福袋 就來排隊了 清展飯了 那些熟食都買了 我們市營運到現在 基本上人潮都比往年人多 我們大家都會多準備一點 今天喜營嘉賓嘛 一樓攤商處人潮滿滿滿 盡頭來到二樓美食街 美人必吃刀削麵 新鮮現煮番茄牛肉麵 桃殼不間斷 業者忙翻天 但反觀另一處百貨庫 卻是問題不斷 搶我們這裡的歪壞 但是有時候就會收不到 比較容易 強調市場WiFi連線不穩定 一天會斷線兩到三次 而民眾來逛此區域 彷彿進入百慕達三角洲 手機沒訊號行動支付不能用 讓收費店家很胡鬧 我們訊息很弱 然後有些人的刷卡機是 是要有那個網路的 所以我們不管是刷卡機 或者是那個支付寶這一塊 都是訊息非常弱 客人有那種刷不出來的情況 會要求市場數在12月要進行永久性的改善 我想這個是我們接下來都會即刻的來把這些 剩下的小缺子把它完全的改善 台北南門市場不只當地人 也是外國客朝聖打卡店 面對訊號卡關 北市府強調會盡快解決 吉爾章 前往嘉慶 台北報導